小學生們化身環保小局長 透過遊戲來學習環保相關知識 學到很多的有關環保的知識 然後我回家之後 到學校我也會把這些知識 告訴我的同學 就垃圾分類 然後不可以浪費食物 還有水的重要性 從新北環保局長手中 接下當選證書 第九屆新北市環保小局長 今天舉辦娛樂營和壽政典禮 今年一共有114位國小學生參與 除了娛樂營外 接下來還有十二堂環保課程 培育他們從小建立環保觀念 我們都希望跳脫以往的 科版的這個課程的框架 我們是透過所謂的一個團體的遊戲 以及實力的體驗 讓小局長能夠從中去了解 一些環保的知識跟概念 新北市從102年以來 目前已經培訓了826位環保小局長 希望他們能夠把課堂所學 帶回校園和家庭 真正落實環境保護 八大新聞劉學林博志 新北採訪報導